Hello,大家好,这里是苗妹电影 今天苗妹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幽灵船》 该片主要讲述了一个宝藏引发的惨案 1962年5月,意大利豪华邮轮行驶至白岭海峡一带时 一条钢丝绳几乎夺去了船上所有人的性命 而之后船的去向也成了一桩悬案 画面一转,时间来到2002年 一队精英打捞团队正在海上作业 这时气象员杰克称自己发现40年前失踪的邮轮 在金钱的诱惑下,队长带领着队员登上了邮轮 可他们在登上邮轮之后,奇怪的事情便不断发生 先是邮轮上历经40年的时钟还在准确的暴时 然后一个抑制玩具诡异的向他们表示了欢迎 最为恐怖的就是女主在船上发现了一个陌生萝莉 然而发现黄金的他们很快就把恐惧抛在了脑后 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原本乘坐的船却意外发生爆炸 队员全部被困在邮轮上 很快队长因为出现幻觉想要杀人而被关了起来 而黑人小哥也因为女鬼的勾引而丧命 苦苦寻求真相的女主发现了罗莉的尸体 这时早已化作灵魂的罗莉出现在女主身边 她带着女主回到了过去 原来船上的惨案正是由于黄金引发的 船上的游客为了黄金互相残杀 最后一个神秘男子带走了这些有罪的灵魂 而这个神秘男子就是引诱他们上船的杰克 女主赶忙寻找队员 然而船上的人早已被杰克收去了灵魂 原来杰克是一名收割灵魂的魔鬼 她另用黄金引诱人们登上这艘船 然后杀死他们收集灵魂 得知真相的女主为了让这些黄金沉入海地 于是炸毁了游轮 被困的灵魂也得以释放 影片的最后 回旧的女主躺在担架上 然而她却发现那几箱黄金 被抬到了另一艘船上 而跟在身后的男人正是杰克 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什么痴魅王良 而是人们内心深处贪婪、自私的欲望 好了 今天妹妹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妹妹我的节目 记得点赞哦 如果你想表达对妹妹我的支持 不妨在屏幕下方留言 爱你哦 木木的 请不吝点赞哦 谢谢大家